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台湾护理事产业工会护士工会理事长陈毅凤卓在脸书透露有消息指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有一名护理人员日前已经济梗塞发作于宿舍猝死,且该名护理人员在11月份曾连上13天班。 陈在脸书也呼吁知道消息的人可以私讯他,不过今下午陈毅凤在脸书指出有护理人员被关切,禁止就此事表达意见。 据媒体报道,陈毅凤表示,上月26日北医有护理事在宿舍内被室友发现没有呼吸心跳。 陈毅凤对此透露,死者疑似安宁病房护理人员可能有心血管疾病。 以11月份的颁表来看,上大小夜班加时期,曾连上13天班,北医经证时却有此案,但强调排班完全符合七休一的规定,且家属希望低调处理,因此院方也不便说明案情。 今下午陈毅凤再度于脸书发文,并只有护理人员投诉,只要有在脸书留言就会被关切,遭职已造成医院及科内名誉受损,禁止护理人员对于此事表达意见等。 陈毅凤质疑竟然没有问题,为何需要监控脸书护理人员留言? 他也强调,没有适度的休息,一再的连续上班和上课都是对护理劳动环境的伤害,不应该让这样的常态在医院成为前规则。 他也呼吁支持修法的民进党立委们都应该重视这样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